十圳 十圳 之如我口中 臂必兆 臂必兆就是这个 这个臂必兆 这个臂必兆呢 古人这个 大学为臂庸嘛 干什么的 是名礼嘛 这个臂必兆与这个 隐隐瞳的这个对待的东西 就是这个罩啊,非常的明显 这个痛的隐隐痛,它不是那么剧烈的痛 他说如果口中滴滴罩,那口中那时候干燥的厉害 这就说明是弱也是胜了 那么咳也咳,咳咳啊,胸里头隐隐痛 那么这个病啊,它不像这个肺微 肺微卖虽然说它微,卖凡华硕 它这个也像肺微那种病,但是它不是卖索尔维,它是反华硕 这种病啊,不是肺微了,只为肺庸,可妥能血啊 它这个,开始的时候它不一定有能血的 那么到这个病整个形成了,它要吐能吐血的 这是费用,与这个肺微是不同啊 卖索尔维,说这两个病,在卖上有一个显明的辨别 卖索尔维,卖索尔维,但是虚 而虚卖你按足无力,这个卖挑的无力了,为了虚 那么这个卖虽然说,但是虚,这是肺微的这种卖应 卖死者,卖不但朔,我们上面说这个花朔,花就是个死卖咯 都是一个太过的卖嘛,朔之中而失,卖恩之有利,这花也是有利的一种咯 不是花,卖大,卖金,这都算是一个有利的卖 卖死者,这是费用 这就是卖能来分别的两个例 这都是原则上的东西 开始他讲,那么的非为啊,就是今夜虚而悠悠 那么同时呢,他涂盐墨,磕涂盐墨 那么这个非为啊,这个大概的情景,他都交得清楚了 他说,他与这个类似,也磕,但是他不都是磕涂盐墨 口中啊,必立胀,这一磕肉呢,反而隐隐痛 那么他磕涂冷血,这一系列的情况,都是费用 那么就这两个病例,有死有虚,都有了 一个是素耳虚者,一个素耳虚者,这就说明这两个病 他第一个病 他第一个病啊,问曰 定可逆,卖主,何以之此为费用呢? 当有勇能,图自得食呢? 七脉何来呀? 他说无,他说,着色一些的霹雳温 他说费用也是颗粒啊,那么这一种颗粒,你要是真,这个麦子就是真子 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侦查地说,你侦查它,你怎么知道这费用? 第一个问题,那么费用它有能,怎么知道它有能? 为什么一吐能了就要死?那么它这个麦究竟是什么样的麦呀? 他就提这么几个问题 四月,寸口麦,为耳朔,为耳朔,为耳朔,为耳汉朔,朔者,武汉 这是一小影儿了,他就答他了,先就卖上来说 他说寸口麦,还是我说这个,只是这个整个这个,那武东麦说也不是单子的寸麦 这个寸口麦,这个寸麦是游戏,跳的也无力,就叫做威 这个威,这个威呀,咱们图上也讲很多了,也上个论,这都是金虚,金业虚,王金业,奈为者王金业,这个虚麦,色还是热的 所以真金业虚麦,是为耳朔,这么一个卖 那么第一他就说,分析这个麦,他说,为者为分 那么后边你又说一个,为者汉厨 这个,研究过山海论都明白了,这个山海论呢,本来说,这个太阳重重,卖福而还 缓,缓就是弱,回者卖福弱,这是太阳重重的卖 如果这个汉厨金业,上市太多了,那就是由缓弱而变成微 所以他说这个,为者重微分 这就由于太阳重重重,上市金业太多了 所以紧接着他也说,为者汉厨 那么太阳重重的卖,并不是 它只是缓弱而已,到不到这位的程度上 那所以这样子就是由于汉出多了 所以这个威也正是王金业汉出多 那么这个怎么来的汉出多也由于太阳中坟 太阳中坟吃汉出嘛 所以他这个卖他得还 那么汉出多了他就卖出威了 所以他第一解释啊 威者威生就是中坟了 就是太阳中坟的卖了 那么所以然呢 这个怎么缓弱变成威热呢 就是威热汉出 由于汉出太多的关系 他都讲这个废为啊 他就是得今夜虚 他主要在这一点 威热为热 他后边又跟这个威热武汉 他从来人家讲这个太阳功能表示 威热是个热 表热定嘛 咱们这个无论太阳散寒 无论太阳中坟都是表有热了 咱们普通血管嘛都是嘛 所以咱们用发汗 借口去热嘛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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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你这个提表的体温就人间高,与外边的差距就是加大了 咱们一般人这个体温与外界就习惯上它不误分 如果你这个提表对体温特别的高了,与外边的差距加大了 就感觉外边的风子涉及,回到汗子涉及 所以这个表证的时候啊,它都是这个体表的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它没有不误寒的 所以它说说者为热,这个说者也误寒 它这一两句话,全世界是寸口脉为而硕,这是外受风寒的这么一种关系 就解释了这个班 分钟 風中與味,忽而不露,落過於煙,戲而不出。 風中與味,風鞋子開始襲人,親身的人體,他不能進到脈裏去,只是在賣賣。 賣內得贏在賣中,衛在賣外,所以總是衛先受定的。 所以它叫做風中與味,但是這都有語定,這才搞到後世風上衛,寒上衛,其實這是有問題的。 這個他們有時間在討論,現在咱就知道這個。 這終然在格局上頭,說人被分寒,就是得了表證,就是太陽中風表證,表不解的時候。 這個表不解呀,這個表氣就避曬了,表氣避曬的氣就是為上用。 咱們一般感冒,尤其咱們常遇到這種喘吶。 那麼死馬皇,我們這也是一個道理。 那麼這個表證,我們這個表裔,我們這個妄愛這個氣息的這個,也旁出啊。 我們提表他也輸啊。 同時也排出廢物。 你看你人的天天兒的沐浴,衣相到時候也是要賬。 那個賬什麼東西呢?就你排出去的廢物。 那么如果你中风也好,伤害也好,你这个体表啊,必晒,这个里外不通达了 不通达了,这个应该从外边排泄的废物,以至于气息,它都是往上来 用力往上,就咱们后多时候讲这个上气,和力上气,这个气是由上而无下,那变成什么了呢? 就是呼而不入,这就是下点呼气不入,它气在上来,只能够出气,呼气细心有困难 所以它说,呼气不入,这只是外受分寒之类的表现说的 热过云形而不出 这个热过云,这个热伤了血脉 对啊,伤寂血脉,它要是结为永蒙,这个费用后头结束 那么热才能伤血脉的 这个热,外边这个粉末子,它不会伤血脉的 然后那个热内入了,伤寂血脉的 那么这个肺啊,一定有永种的这种情况了 啊,吸而不出 这永种讲这个,这个肺啊,能伤不能喝了,它就这么伤 我们人一呼吸啊,肺脉,一吸气,一呼吸,这个肺子被喝起来 那么这个肺脉的,它寡能伤,它不能喝,所以入而不出 哎,吸气还能,呼气不能了,呼气不能了 所以,这两个话很不好懂啊 它这个,它底下,下面就解释了两句话 风上皮毛,热上血脉 所以然的道理,这个风只是上皮毛,皮毛臂晒 皮毛臂晒,表气不通的,这个气都担着到肺上了,万上跑 所以这个气上而不下,直呼而不能入 就是吸气困难 我们现在,那床上咱们常遇到的这个都是吸气困难 咱们这个船啊,这个都是吸气困难 那么这个肺永远,指这个热上了血脉之后 这个肺的肿呢,热上血脉 在这里,它给你,它个解释上文 为什么热过于阴,泄而不出力 它就上了血脉了,上了血脉了,结为云永 这个肺啊,这个肺啊,能开而不能喝 这个虎贵是一样的肺啊,一吸气它开,一出去它喝 它不能喝了,你管那个吸,不能,出不来 所以这两句话,很不好讲啊,一般的书啊,乱七八糟的 所以它说了,热过于阴,吸而不出 这个道理呢,就第一个两句话 由于风伤皮毛热爽喜的血脉的关系 热上血脉影响在肺的这个灯子上,它就有种了 它讲就是讲的费用了 风舍于肺,欺人者可 这个风伤皮毛啊,它古人认为这个肺于皮毛 肺于皮毛,皮毛与肺相合的,古人认为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皮毛属于肺 那么虽然是风伤皮毛,但是它媚者无肺 媚者于肺 那么要,隔着咱们现在的话,这完了我给你们解释啊 就是这外男呢,要是设计到底肺了,它一定要磕的 为什么设计肺呢?就我反正所说的那个道理 它这个表气一地晒啊,它被应该从表现派出的废物 它都担不到肺上了,肺受不了的 所以越这个表丝越厉害,众风倒不厉害啊 你看那个山河论上,太阳众风没有船 太阳众风它必传,所以马上它们传,无汗而传嘛 它越这个不通,它整个弹着到肺上了 这古人呢,这个现象都是一致的 诶,外边受风寒,诶,他就要传 他就说这个,风伤皮毛,内舍与肺 这是古人的,根据这个现象它这么个解释 那么这个诗子呢,不是这个风来跑肺上毛的字呢 不是这个事,所以我们现在研究这古人的东西啊 对它这个规律,我们必须要把它搞清楚 那么这个说法呢,古人有古人的说法 我们也要把它解释一下去 但是是不是这个问题,那是不一定 如果我们受到外感传,那古人看到什么呢 这就是这个风啊,随便在皮毛,皮毛又何余废 这个风啊,就来个非常安家卧户了 哪是那个事啊 这个,这个是,再现象,是有这个情形,就是规律 但是我们现在解释呢,更应该进一步合乎生理 就我认为是这样的,是吧 所以这个,风重于位,就是重于表 那么影响人咳嗽,就是气不得外达,它们上来 担个担啊,担不到肺上 尤其我们人对这个液体的这个肺部的排泄啊 怪物这么,几个路道 一个小便排泄,一个喊线排泄,一个就是呼吸 我们呼吸一天排出去这个水,水分挺多啊 我们上来说那个,口吐,蹉跎沿沫也这个道理 它这个肺子啊,它没有那个正常技能 正常技能排入这个水分的水温器啊 那两天人们一喊就知道了,喊冒水出 我们平时呢,它也是,你不过它不见 有病了就不行了,它变成痰 而眠痰,啊,就是,它是肺子有病了 那么呢,这个呢,说说,啊,风舍于肺 这个在这个,文学生的种看法 其实,表不无节,影响到肺上 影响费呢,可都是有风的问题 啊,国人这么看,那也没有办法 那,一拿张鲁领的,它是两千来年了,一千七百百年了 是吧,那个时候,科学水平没有 啊,咱们,呃,小柳节那边,也没那么高的科学水平 是吧,它国人的现象都掌握 这种规律,啊,这是实施 那么,说一人的道理呢 当然是,科学没发展到哪里的一步都解释得出来 那么,涉及到肺上了,看啊,那么这人一定是可的 部长技就是脚的、就是舔不解 那个,这个上气嘛,啊,那这个上气嘛,啊,就影响到的客 big touch 口感沿�He Large 有热,上腰有热,有热,口就干,科尼上气厉害了,他就喘,由喘而变蛮 这个经传,你这个兄弟叫蛮,就是兄弟内亚扩大了 咽喘不渴,虽然口感咽喘,这总是肺热熏正这些了,但是胃里头没有热,热不在胃,他就不渴 那胃有热,它是必渴,所以那个白狐探陈,他那个渴还在里有热,胃有热 多拓捉弄,这个时候啊,这个随遇着这个热,可就要是变成个捉拓热熏了,这就所谓肺微的形成 这一段,这就说明,有外感可以得费费,也可以得费用,比起就是了 十四正寒,乐子所过,学这一字明字,许解永能,突入弥州,使能可就能成者是 这个十四正寒,后头有解释,这个能要是蒋成的时候,震撼,这是个能成,是寡能的时候,有这么的情况 那这是热子所过,热子所过,就是我们头小手说的那个热过于婴,不是代表了,已经中到那个血脉了,这个热 这个热上血脉吗?血,由于热,为之银质 凝聚,凝聚,不通,不通的意志了,许解久了,它叫做变子了,就要结为永能 吐出来的那个东西,就像泥州似的,石门可救,那么能在布整个化能,布整个化能,还不要紧 所以死门,所以死门,才死,这可以救的,总的化能成熟,非死不得多,古于这么干法 那么这个费用这个力量,那现在你内科学上来观察呀,主要是费能量,这个力量也常见的,我们在临床里也看得过 所以说,罪能量呢,费败性的气氛之气氛之气氛发炎呢,也有,费败性的,它也有化能 那么大多数是属于罪能量这一类的,罪能量这一类的 那么这个在这个开始就是见得能很未成熟,用太能的法子可以做的 所以说,袁水当的一个同事的宿官啊,对人现在是一样的,叫王,王亨宇啊,王亨宇啊,王亨宇啊 你没点年龄,没年龄,没年龄,我给他吃了,他现在来洗一遍 他就在这费农牙,费农牙那边,这就死太农牙了 那后头有个微镜牙,这东西也挺好吃的 真正能量的 古文说这个农城啊,不是它是江化能,江化能那不算整个能 这个农牙就,农已成熟,就是整个变成熟了,就是那溃烂就不得了了 那时候是不是是难折了 那么这一节,你们要好好看一看 有几句话很不好明白 推着风通一味,呼吸不入 这句话,他就是在风上披毛那个时候,表气必晒 这个气不得旁通,他玩上蜜 所以,你看看他这个病人气得非常好 肺为肺用颗粒上气,就是这个上气两个个儿 气是能上不能下 能上,你只能呼,你不能戏 所以他这个,呼气不入 他第二个呢 他如果热伤到血脉了,他就涌肿了 肺子,肺的本质要发生病了 他一肿了,他就挂扎了,他不能喝 能脏,能脏而不能喝 能脏,你只是,他说肺子脏而吸气嘛 肺子也喝,能呼气嘛 这个肺子这个,脏和配合人家的呼吸的这个呼噜 他能脏,你管能够吸,而不出 所以,这两句话,很不好解释 他就没有什么 这个呢,主要的说明什么呢 所以,伤疼不行,变成老 这个肺为肺用这个病啊,也等于外癌这个病也不少 这个就说明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只是这个,分寒债表 好,这就是咱们说科匿上气的这套制法 或者有一次,小青龙堂,厚普麻烦堂,色奔麻烦堂 都是的,咱们说说外邪并淫 这点反而都有这个内力,都有视野 那都是科匿上气 谢谢 第一个要讲具体治疗了 治疗的生命都有了 同时要讲颗粒上气 上气 念浮肿 兼喜 提脉浮大不至 又加力 由甚 这是一段 这个上气 就什么说 风山皮毛 风山皮状 表气不到外达了 气不上来 就是上气都传了 这个传 全是忽义喜门 就是喜气困难 那么这种病 念书中 同时有水气 有水气就是里头也有水饮 这种病大概都是 外干 外邪 那里头有水饮 咱们后代讲水气篇就在讲的风气相继 这个水不是外边来的 这个人 这个人 它就是 根本就是 里头有停水 又烧风寒 这就 常常发生这种 这个 咱们说这个 摊船嘛 小船这种就发过 这个就讲了这个 念书中 这个水气已经在县了 连已经出现了 奸戏 这是徐当家了 什么叫做奸戏呢 这个戏啊 一呼一息 为了一息 一呼一息 叫一息 那么那个呼气啊 不用肩 腰间 这个戏气相当困难 所以洗腰间嘛 那就是传的厉害啊 哪个现在他们的话说 就是传的厉害 那些 一奸戏 他这个古人这个炼制 他的炼制非常的 他就 牵锤买炼锤 他不书不好都很貴 一奸戏 这是徐之斤的 这种传言够重了 习卖福大 这个福大 这是先生的 我们这个不管是肺的有毛病如此 我们的临床是慢性病 慢性病没有不习 如果卖福大 华硕都不好 就像别怕那个卖呀 哎呀这么虚呀 那不要紧 他这个病就 人虚 卖也虚 这是个震荡的 那么这个人虚到这么个分级上 而卖反福大 协生 就是正虚 协生 这个病是不好吃的 所以说不治 这在古人怎么干嘛呢 就是人类正不胜邪的 正不能胜邪的 不能胜邪的就不行了 所以咱们指定也是啊 总是要扶正 却邪 这个正念嘛 你邪太甚了 你这个 扶正都不好扶 你一扶正就邪定胸 你去邪 人受不了了 人虚到家了 所以凡是这种虚弱的病 而卖反福大 就是不是好现象 不治 又加利 又甚 但是 如果同时这个人 在下利 那更坏了 在下利又许了 为止重许啊 那可以说非死不可了 这个下利 不是这个小传 小传 如果那么有下利 他这个胃也败了 胃也坏了 所以这个胃就是一个后天之门啊 那又所谓重新耳脉在福大 那就怎么治完了 没法治了 他说 游甚 那更厉害了 这都是完结的事啊 在临庄安这东西很厉重 我们遇到那种啊 旧无命 不是清德的感冒 行不都是感冒 外出大怕什么 是吧 那么 借着要这个家电 这个 去过去 就行了 这都是说的是脉性病 脉性病 脉性病 脉伤而伏了 这就是正不胜邪啊 这种病你瞎小心 咱不能说他随死 中原来说的病是个麻烦 你瞎着他更有其他的虚 尤其这个中气虚 这个未虚更坏 这就是原则 这是原则上的东西 尚气传而罩着 苏费帐 尚气传 这个就像小财富家 小财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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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四道正式的 二三杖 二三杖 属于肺帐 那么这一目的病呢 属于肺帐 肺帐古人就是个病名 这个肺帐 据我的这个体会啊 有的说是肺气中的 古人也不想也不懂得肺气中 他那个船呢 心他就脏 这个船呢 这个船 他用于呼吸困难嘛 他这个心想的内压 就知道 他就叫做脏 脏 伐蛮 古人关键这个叫做肺脏 我们这一种情形 预作风水 这个风水 要我们将其在水气边里头来讲 什么叫风水呢 既有外然 又有水气 古人关键这种病叫风水 水气什么 就是身上肃肿 那么头一段面肃肿 那也是水气 那么他说预作风水 水气还没陷出来 但是从这个上肌传儿肿 肺脏的病 心特别满 脏满 这个大概都是内游饮的关系 那个有谈饮呢 谈饮那篇咱们也没讲的 大家后头都有 那么如果人的内游贪饮 外干风蝎 他就要发出那个 所有外蝎内淫 交陷危害的这种情况 如果淫特别厉害 就要危风水 那么淫不太厉害 他也未必然就危风水 冲怕这个说说 这类的病啊 它是素有内淫 又敢风蝎 这样子 所以他才丧气传儿障 这是属于飞障 这恐怕要发出风蝎 发出风蝎也好 不发出风蝎也好 这些病都得发寒 那么后头就有很多房子 到讲坊 我正在讲 这很多了 咱们小秦农堂 也是外蝎内淫的 西下有水戏表不严了 他这个 上面那两段都讲的这个 可理上戏 他讲完费为费用了 他就是讲这种 一般的磕了算 别又讲这么一段 费为吐言末不磕的 其能不磕 必一妙小便瘦 所以然这 你丧心不能吃下故 此非都能 必悬 多烟团 干草干娘堂 一瘟子 若输唐一壳 这输小壳 这一段呢 不是费为 这个住家也都搞错得多 又说 又说 他就没有苏联伦的费为 哪是那个事啊 这个人就不叫费为啊 说 开死人家 若在上交恶 因磕为费为 这个 我这个经历早 弄清楚了 哪有若能弄叫费为啊 他这个说的也很明显的一段 可行是费为 吐延末 吐延末 同时那里头也没若 这人也不渴 这人也不渴 那么为什么吐延末呢 这是吐延末啊 它理修杰斯 特别是什么 肺中冷 肺中冷怎么冷呢 主要在宗教 还在胃 这个胃虚 只要听银 就要听水 而且胃虚这个水 就往上来散 上饭 他就要过去到肺 吐盐 咱们说是韩银朔费 后世住家的这样子 说吧 他就是这个卫星 这个水都在上饭 这一段主要就说明他这个问题 你看他那种房子 就知道了 他这个 形式费为涂盐末 但是不扣 这个人也不是里头有肉 里头也没有肉 其能不可 必一妙 小编硕 假设是 他要是这个 由于魏徐庭隐的话 这个人呢 一定是小编实体 一妙小编硕 什么道理呢 就是上许不良之下 这是古人呢 这个魏啊 这个很特别熟 就是大概 无量传传几句的这个 所以这个上交啊 也得受宗教器 啊 因为上交 他自己不能生经验 就我们刚才讲肺 是一样啊 他都是魏生经验 我们消化水骨嘛 这水骨之气 由魏 然后发生了一种 样化作用 他生出来之后呢 供给上交 那么下交也禀宗教之气 下交他也没有这个办法 下交的一切的这个机能啊 也全被宗教给供给 下交也禀宗教 那么如果魏要是 啊 虚 也影响到下交虚 所以 这是一个啊 一个自然的规律 他古人呢 他是拿一个 一言五行来解释 他说未输土 土虚不能自水 上不能自下 他拿了一言五行来说 啊 啊 那虚子呢 他的规律是什么呀 这个魏要是 啊 不好啊 身上哪也好不了啊 啊 他那个 如果魏虚 而使得下交 然后 诸子 酥痴 这很多了 这个咱们这个 这时候我们读得多了 他这小便失去收舍 他叫一量 你看这个 这个彷徨也好 肾脏也好 是吧 他失去收舍作用了 那麽是 甚至 剩下小便不接 那麽也说 治疗女士位置行 等我过后来讲啊 咱们相见 可以继续 他说 他说 如果要是魏虚 而有韩永万上聪立的话 死子通圆末 那麽一定 他要一臂 啊 要一量 小便要平手 他魏虚不能接下呢 他说 所以 玩的道理 什么的 就是商需不能接下 啊 就是魏虚 啊 脾魏虚了 我人这个真要的 德哥脾魏了 啊 而不能是下敌原因 他要有这种情感 那麽这位 沸重呢 沸重也能 血流来 也来着 咱们讲 鼻子又是 啊 朱洁了 他这个水啊 万上聪啊 不是 沸到沸拉岛啊 一定 偷旋 必旋 旋 旋运旋 啊 啊 这个魏有水 人偷旋啊 所以咱们 自这个偷旋 常常用 那个 林魏朱干潮 做这个道理啊 啊 啊 那点力量 就行吧 嗯 他这个魏虚啊 他不能自水 水外上饭 啊 下电私隐 他同时也外上饭 所以咱们 这句 啊 多沿河 同时的沿河 要多的 这沿河说 这么来的 不关系到肺 哪里都肺 哪里都肺 他说一句 但是肺龙能 他出面淹没说的 所以这个 这个 柱家看着这个肺龙能 三个字啊 把这一段说呢 这 这肺围啊 还有能肺围啊 这是瞎说八道的 没有那种事 啊 这不要心 肝炒 肝酱汤 以文字 你看看这个 这个治疗 这个肝炒 肝酱汤 是李宗汤的一个基础啊 李宗汤 就是肝炒 肝酱汤的一个价位啊 肝炒肝酱汤 加人神 加白猪 就是李宗汤 李宗汤 李宗汤 李宗教嘛 治胃 这不是自己肺嘛 这肚子肺 它不是那么虚 它 寒 寒 寒 所以它用肝炒肝酱就行了 可是肝炒大量的嘛 若肤炒一咳了 胃恢复了 渴了 渴了寒气律劫了嘛 就是这个 胃头没水了 渴了得渴 这渴不光乎这个 既不光乎肺 又不光乎胃 这属于肖渴 那么类之中的事儿 你到那去看去吧 治渴的方式有的字 看看它 怎么渴 你怎么治 这个 读在一段讨论之内 所以它也不相语说 这一段本来挺好懂 是吧 可是这个 大家注意到这个书 就会弄乱了 它这个 上气 颗粒上气嘛 像讲 有一个 能有一个 似是而非 的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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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像那肺炎 的肺炎 可这个肺炎 这个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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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那个 蹉跎炎 也不一样 这肺炎 它不是黏的 那肺炎 那个浊跎炎 那是 它是 有热的加工啊 它是 浊跎 炎 这个就是炎 这个它不是一个 特别 九年 那种 那种 干涉面谈 不是那个样的 这它不是肺炎 这个肺炎肺炎 这个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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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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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它 药子曉得不停,它中文案裡面是溫中,微中杯。 這個房子在上海面當中也講過了,這個房子好種多兩個藥。 乾漿和膚子這兩個藥都是個大微型藥。這兩個藥一起用,當然利能更大了。 紫是用乾漿,這乾漿便宜至乎,這個膚子力便宜微下。 所以這個下粒用膚子的時候多,嘔吐用乾漿的時候多。 所以味含大概用乾漿便宜,交比多。 大量用乾草,這乾草是天,天有陽體嘛。 這個乾物體,這也同時就是自衛,當然還是乾溫,心溫溫溫,就是溫溫自衛。 皮膚子啊,這個房地全是具體治療的。 科耳傷氣 科耳傷氣 好用水劲聲? 色盆麻麻辣住著。這個房子很有很多容。 这个水鸡就是青蛙,天鸡就是这类的东西 猴中水鸡就是弹鸣,猴中弹鸣就像青蛙教唤的事 我得是遇到我才这么教会的,我们用这个房子不必在准理上青蛙,您那么厉害,还不用 这所谓科尔上气,这也是指的是外邪内淫 内里头有弹鸣,外国党外邪,有表正,就是咱们现在画的有表正 那外邪,基本理解两方面的问题,一个表情不通,他要上气嘛 那么沟通内人更劣采,科尼上气,科尼上气,科尼去只有上而无下 就是船咯,那也非船不可咯,不过说虎翼而喜满,当然都得了 一般你咱们遇到外感性的船全是这样的,都是,你能问问别人就知道了,全是细细困难 那么如果在喉中有属于牺牲,就是凡是喉中啊,使民,谈民,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十百万万当的机会 这个房子最好用了,但是咽喉挺利落的,不行 我们对这个哮善呢,一般的这种,它有外感,有这种表正的情况 这个房子,但凡它没有热,三百万可以用,用它就无银要多了,是吧 那么如果有一些热力,可以加十高 这个房子我常用,挺好吃的 我们分一分一这个房子,这个房子 瑟干,滋然宽东化,无为止,这四位要嘛,都致可理上气 从致上气,也是可理上气 可是这个尤其这个瑟干,它是个微寒的一个药 它能够去热清烟,它这个去痰的理能相达得好 能够开烟呢,烟,古人在那个奔场上说是烟中结气 所以这个眼后不利啊,有一些贪命,用这个房子最好就在这一点 它是以社官为主要的 那么另外呢,你看这个半夏细心生姜 那么,这都致这个,下桌淫,去淫就是,去淫降溺 偶泥,磕泥,它都致嘛 所以你不去淫,那淫也不行 它用半夏细心,用半夏细心,用半夏细心 用半夏细心,用半夏细心,用半夏细心 但是它是手炼啊 它没有半夏细心这个药有力了 所以这个房子,是外阶调,它用麻黄,内屈炎,用这些药 所以这个房子呢,它是外阶调,它用麻黄,内屈炎,用这些药 得逆上席,用这个舍甘之软化文化为之 这个仿得很好 不论它有一点,这个细心呢少用也是没什么大作用的 细心呢,它都是用闪两的,闪两现在用的是闪钱的 虽然我们有几个初学的人,想钱用色相也没关系 我们一般用戈尔钱就行,你说太多了,它不给你 所以这个细心钥匙人是下手 细心钥匙是个方向钥匙,它通俏,它怎么能别使人呢 它说通关窍这个药,治关节疼嘛,通力关节 它去水,但是没有水没有它是不行的 是吧 那么这让你的心,你是细心嘛,在明儿你的心嘛,细心嘛 哇,那是这一天,马舌头 用马舌头,哎呀,这是有毒啊,哪舌那个是,它没有毒 这个要,他还说上品上品,这个要落入上品,可以久用 所以这个,登场里头上品,上品药都可以久用,没有害数 这就不是哪一个人拿这个药,药死人不一定是细心呢 什么药都能要死人呢?有一部的一阵都要死人,那还真是细心吗? 诶,它不是细心呢,说这不能用过钱,过钱那不能用别死,都是瞎说的 我,我,这我是藏的,呃,我用这算量的,这是普通藏的 你一回问没有啊,我的岁数也算不小了,我没认识我这个麻烦 尽管用,没错,但是要是真正的热症不行 那你那好,你用大热要被养信心呢,你用僵饶路都插进了,什么呢? 这真正的白乎堂让你那么用行吗?这个辩证要行的 所以它歌一个,侯中无水及什么有水,有痰有瘾,有瘾,这个瘾瘾就是水啊 它为了有这些东西,你不用这个那行啊 你也变更,不是说,随便哪一个药都自船了,哪一个药都这么,那就是糟糕了 如果我们遇到那个,这个船挺厉害,这个,这个瘫啊,西林,用这个方式没有什么大仇 我们开始一些,就我说的事情可以少一点量用,用了现在说的五六颗,四五颗,没问题的 它真正有点热,不大热,加到四颗,对这个房子也能用,不是不能用的 你看这个房子看出来了,这个房子并不发大汗,它没有位置 你要歌到四颗,它更不发汗 不用看这个麻煩,四两,四两现在就四千了,它不发大汗 这个麻煩呢,和这个,这个药斗一样,用病吓唬的人都不敢用呢 行,改用一用,没事儿,我一会不要打磨,我就吃四千麻煩,我也没打理 我不能吃,我恐怕我的感冒还退比它好这么快 这房子也很好,常用房子 好 啊 啊 啊 谢谢观看